台北市中山区早上发生了连续纵火案件 有一名黄姓男子早上陆续在明生东路 还有林森北路的三个地方 用打火机点燃杂物纵火 好在火势不大迅速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目前已经逮到了他 这一名黄姓嫌犯走进了楼梯间 对着地上的杂物点火 他甚至站在现场看着他起火 而他还在另外的林森北路的骑楼 对着四面佛旁边的花篮纵火 火势迅速的燃烧 好在有民众发现 一个早上接连队四处纵火 警方迅速的锁定黄姓嫌犯 一个小时之内将人逮捕 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我们走到这边爱好了 我们走到我们来的 最后都别有东西